Hello,大家好,我是El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Cookie Cookie是一个Termomix的专属配件 现在你可以使用WiFi上网到CookieDo的专门食谱库 然后下载无限量的食谱 并在你的Termomix上使用哦 在你有了Cookie之后呢 你就会拥有一个专属于你的CookieDo的户口 首先登入到这个CookieDo的网站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寻找到所有的CookieDo网站上面的食谱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个鸡汤面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个汤品的部分找到这个亚洲鸡汤面 把它加入到你的一周行程里 如果你想要做个甜品类的东西 可以在这里找到甜品 比如说呢 我想加入这个Ice Topal Bula Molag 在我的星期四想要要你的清单里面 我就把它拉下去 如果我明天想做个烘培类的料理呢 我可以在这个Baking的部分找到烘培类的料理 你也可以刷下看到更多的食谱 那我找到了这个苹果塔 是我星期五想要做的料理 把料理都加入到这个Planet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的Shopping List 它就会把这些所有你想要做的料理 需要的原始材和材料呢列出 那如果你的家里呢 是有一些可能你已经有的一些材料呢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移除 整理好后呢你就可以点这里 那么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部分呢 写上你自己的email 或者是你另一半的email 如果你需要他们帮你买材料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这个Personal Note这里写上你的温馨提醒 然后把它发出 然后你就会在你的email里面收到这个邮件 会显示出你需要买的原始材是些什么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把购物清单列印出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会把你所需要的材料呢分类好 比如说像是肉类 如果你刚好其中两样料理呢 都需要用到鸡肉的话呢 你也可以看得到 在肉类的这个部分呢 它已经把所需要的鸡肉分类好 那么如果你有其中两样料理都需要用到蛋的话呢 它也会把鸡蛋的总数给加起来 方便你在购物的时候购买 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cookie 可以连接到你的Termonix上面 首先按下同步键 同步成功 然后你就可以在一周计划这里看到你刚刚点选的食谱 这就是刚刚我选择的两个食谱 那其中一个这个是甜品 那你可以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选开始 就可以看到你所需要的原食材是什么 再点进下一步 那么呢就会一步步的教你该怎么去做这道料理 就这么方便 这个就是Cookie与Termonix 现在就一起来享受轻松做料理吧